这是佛光山开山56年来 最让人沉痛与不舍的一天 今天清晨五点 天未破晓 佛光山总本山签名森信 常规大雄宝殿内 并由宗长星宝和尚 沉痛的宣布 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画室圆满 5号下午五点 于庄严念佛声中 在佛光山传灯楼开山聊远吉 想起受97岁 庄严念佛光山传灯 今安详舍报 师父一生 弘扬人间佛教 我们 做地 秉承知智 不忘初心 师父也经常勉励我们 为教 增光 为己 增荣 我们除了感谢 师父的 师父的 恩头之外 更要以 鸿滑 力生 为家业 为事业 这样 我们才不会辜负 师父对我们的期望 随后 大师的灵鹫在森信附送下 从传灯楼移往云居楼 真身起刊仪林前 举行法体真身封刊典礼 森信二众列队贵阶 整齐庄严的队伍 从传灯楼 名延至佛光山云居楼 佛光山 住持新宝和尚 退居和尚 新定和尚 新配和尚 担任主法和尚 移灵过程 四众弟子夹到贵营 恭敬向大师鼎礼三拜 违想起恩师的慈悲教诲 难掩内心悲痛 抑郁言表 令人动容 众人庄严念佛 同声祈愿大师能成愿再来 佛光山在上午发出公告 即日起暂停对外任何活动 并在每天上午九点 到下午五点 开放吊宴 人间福报高雄报导